哈喽大家好,我是最近,今天带来一期全红九七屠蛇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战神云大战天煞呼星 而战神云选择三个草铁精,对面三个暴主八神 看来又是一场极限流的对决 把这人物都选到极限了 第一局,看战神云的草铁精如何接招 暴主八神有名的速度快 只开发之女,退出七十五感相杀 又开发八字女,草铁精没有反应过来 八神趁势就追杀过去,跳地抢空 哎,草铁精就是一招七十五十感 其实这一招七十五十感是草铁精的神技 因为可以无限连 只要打中,八神必死无疑 接着看战神云下一个草铁精 第二个草铁精和第一个还一样吗 操作方法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八九杯定不住,七十五十感点到 哎呀,没连住 没打到二段伤害,七十感二段打到了 二段打到就可以接连招了 连续的七十五十感 反边接无视,无视再接无视 这就是屠蛇的魅力了 就是这么强大 现在来到天煞呼吸下一个豹的八神 第一个豹的八神主要是中了一个七十五十感 这一波希望他不要再中 谁挂的机会都是可以一跳死的 而时不时又蹬一下子 生龙应对,八神闪过身来就接八十女 千云恩导 其实这是九七屠舍中的高端局啊 在当年这样打的话肯定挨揍 草铁精闪一下 接下金角 八神中招了 八神要完了 两发无视 哇,两发无视最后还取消了一个气势无视感 将他KO 天煞呼吸只剩下最后一个豹的八神了 对他来说这一局难度很大了 好,最后一个豹的八神直接发头爆气 开底波 底波也变成大火圈 哇,下中角直开大蛇 第七十五十感连灯 但是他灯的太快了 被八神直接摁倒了呀 摁倒以后八神继续跳地压制 跟个火圈 八之女硬队,硬队,再队 连跳,八之女再开 就是这样 葵花一下 战神运还剩一点点血 八神继续开一发八之女 草地精 哎,草地精闪神 八神又拔 又接八之女 回首套葵花 高CD硬接 八之女,八之女 看你砸我怎么办 就是八之女 不管怎么办 中招了 战神运要开始了 哇,战神运 逆风翻盘 很过瘾 最后这一局的较量 简直就是 手术的一个极限 就是拼反应速度了 现在看第二局 天煞孤星 继续闪折三个 暴走八神 看这一局 他的操作怎么样 感觉天煞孤星 他这个手术 要增加一些了 好的 天煞孤星 还是用八之女 直接开队 哎,跳跳跳 八之女再开队 草地精闪过 八之女再开队 跑抓卸风 好快 连抓 中拳抓卸风 跳地 葵花三世 到角落 葵花三世 直接跳地 一气呵成 毫不留情 将他KO 接着来到第二个回合 战神云的草地精 下一个草地精 看来这局 战神云 有点招架不住了 八神突然浪起来了 八之女硬开 八之女再开 对,时不时 又开八之女 就完事了 刚才地 刚完之后 接八九被掉 哇 八九被废掉 他的大蛇蹄之后 又开了一个八之女 好快 现在草地 还敢不敢再裸 大蛇蹄 八神倒是敢裸 八之女 大蛇蹄 哇 好快的反应速度 这个反应速度 简直是绝了 一个八之女 飞掉大蛇蹄 后面跳地压制 八之女再开 八神这局 手术是上来了 看来是认真起来了 超级认真了 一脸的认真 但是又中了 七十七改 哎呀 没有打死这局 头级拆掉之后 八神有一线生机 八之女 这个八之女 绝对可以给他点个赞啊 大家点个赞啊 好的来看下一局 第三个回合 战神云的下一个草地精 也是在最后一个草地精 硬开跳地 但是草地精的七十 又点中了 哎呀 穿三有点难度 在高端集中 这种穿三太难了 接着看天煞 过星下一个豹的八神 这也是第四个回合 看这个豹的八神操作如何 先开一发八之女 应对跳地 八之女再开 草地精七十 又是该就顺着上天了 接一发无视 无视 两发无视 七十又是该再开 想下来是不可能的 穿三不了 要被反三的节奏啊 天煞孤星 还有一个豹的八神 看这一个豹的八神 效果如何 跳起来 爆气 爆气之后八神 跑抓谢风 好快的速度 那草地精应该是没有了 绝对没有了 连开击发火圈 就可以干掉 天煞孤星拿到他的第一分 我们接着看第三局 也是今天的决胜局啊 这款游戏节奏非常快 吃手术 吃反应速度 也是需要技术的 这一局战神云 选择了一个大蛇 两个草地精带一个大蛇 好 开始吧 现在八神直开火圈 再开火圈 草地精 七十又是该送到上天 七十又是该两段 七十又是该三段 七十又是该四段 接无视 大蛇地烧啊呀 很无解的一套 只要飞起来 就别想落地 落地就是挂到那一刻了 第二个回合 天煞孤星下一个八神 怎么样 开火圈 开八只女 草亭闪过以后 八神跳抓谢风 众手再抓 葵花三十到角落 开火圈 火圈 火圈击断啊 跳低压住 带走 直接KO 接着来看 战神云下一个大蛇 大蛇有没有好的操作呢 大蛇先闪一波 闪过来通天炮 通天炮也没有 在高端局中 大蛇通天炮 根本基本没有什么用 因为高手的 售出实在太快了 葵花三十开火圈 大蛇等于是送了 天煞孤星突然变得手术极快 战神云只剩下最后一个草蹄精了 有点难打 超级难打 看最后一个草蹄精能不能逆分翻盘 八神直开八只女 草蹄闪过 八神再开火圈 草蹄精再闪过 看你八神拿我怎么样 八神爆气就只安 被生龙了 刚飞的八九倍 散过之后 七十五十感 这个七十五十感 绝了 看来双方还是要进行第五回合的操作 第五个回合要来了 天煞孤星最后一个八神 比较重要的一局哦 希望双方都稳住 八只女硬开 八只女再开 直接往腿上碰 葵花三十 接火圈 完了草蹄精他完了 中一个 就可以让你永结 万劫不复 葵花千元英带走 结束了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